中小企与初创工先发展 其实说了很多次 要引入本地优先的原尊 积极地辅助本地的专业人才 中小企与初创工先发展 如果以平均每年 一千亿元的公务建造工程 和顾问合约来计算 规定三成给香港的中小企参与 就有三百亿元 同时向他们提供一些 培训和指引 令到他们入标的竞争力 提升增加他们中标的机会 但是当局一直说 做法有违 世贸采购的协议 可能会被外国政府挑战 甚至制裁 但是美国都有 American first 为什么香港不行